我和我爱人呢 是在2016年7月份的时候 在这边普西部影城 开了这样一个夜雕艺术馆 夜雕这项工艺呢 也是我奶奶这边 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 我们的刚开始 在开设这个夜雕艺术馆的时候呢 其一呢 是想把这个夜雕技 慢慢地传承下去 对于夜雕的叶子的选择呢 我们也尝试过很多 最后呢 我们还是选定了 就是这个掌叶形状的 法国乌铜的叶子 就是它一个形状好看一点 艺术表现力也比较强 还有一个呢 就是它的叶脉纹路 比较紧实一点 要相对来说好做一点 我们一般会选择 就是八月份之后 就成熟一点的叶子 就是八月份的叶子 它是绿色的嘛 我们做过以后 它还是绿色的 但是到十月份叶子变黄以后 会呈现出另外一种 不同的艺术魅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